你又找我干吗呀 说吧 你又找我干吗呀 满满哥哥 我想跟你结婚 什么 结什么婚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结婚啊 张小雪 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喜欢孤雲 咱们俩结婚谁信呢 你爱喜欢谁喜欢谁 我管不着 但是我以前可说过 你最好不要做让我觉得不高兴的事 证据 那我之前虽然销毁了 但是保不齐 哪天他自己飞出来了 说不定啊 你爱喜欢谁喜欢谁 反正我就是要跟你结婚 办法你自己想去 我是真的喜欢她 你真的喜欢她 你这是混蛋 萧雪是谁啊 她是你妹妹 你让她 爸 因为孤雲的事情 我耽误了这么多年 我现在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 我也想要一个自己的家 而且现在的战事越来越艰难 说不定哪天我也为党国效忠了 难道你希望咱们欧阳家午后吗 滚 你 你年轻人的事情 我现在是越来越搞不懂啊 你 你年轻人的事情 我现在是越来越搞不懂了 你 你年轻人的事情 我现在是越来越搞不懂了 不过这事你别怪大满哥哥 不全都是他的错 我也是有责任的 萧雪 我今天来找你啊 我就想让你当面跟我表个态 你真的愿意跟大满结婚吗 欧阳伯伯 其实这些年我一个人在外面 流离失所的 我很孤单 尤其是天一黑的时候 我自己经常 偷偷地躲在被窝里 一个人哭 欧阳伯伯 你不知道 我多希望我能有一个家呀 不是 现在日本人打到了家门口啊 就算你们俩接了婚 也不可能有安定快乐的生活 欧阳伯伯 对我来说 能跟你们永远在一起 就是最安定最快乐的生活了 我不怕你笑过我 我愿意跟大满成为一家人 就说你同意结婚 我听欧阳伯伯您的 你 我说 你还不能解决 食べ好 我来说 这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团长 你坐 你早就知道了对吧 什么 你少废话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大门和萧雪的事 这么大的事啊 整个时报团都知道 就瞒着我这个上官团长 团长 我们做长辈的 不方便打听孩子们的事 你跟我说实话 对这件事你怎么想 什么 这到底是阴谋 还是爱情 这种事 不大好说 不 见死不救是吧 你说我 我现在既是团长 又是家长 既是亲爹又是公爹 你 你不帮我 我怎么表态 爱情也罢 阴谋也罢 大门确实该有个戏目 你也确实该保孙子吧 你少跟我说这种 模棱两刻的话 因为我看不出来 你小子痘痘里那 弯弯让人太多 难打当婚与他当嫁 这件事 您接收是情理 不接受 可能就是警报 你的意思 爱情是假 阴谋是真 男婚女爱的事 很难用真假下结论 算算算算算 算我没问题 不过 虽然家丑不可外扬 我还是希望你把这件事 和刘老板汇报一下 明白 我走了 房子 那是 我再帮忙 我帮忙 我不是 那是 我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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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回来 小野队长 这大清早的您有事 赵夫人 赵会长呢 他出去了 去哪了 有人传来线报 说发现柳青了 他去找柳青了 搜 报告 没有缩到 把赵夫人带回去 下野队长 我去换件衣服 带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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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限度的 小野队长 您怎么不希望 我拿一谎话来骗你吧 他去找伤口大作 对不对 哪个伤口大作 你说的是魏大哥吧 那魏大哥 早就为天皇陛下尽忠了 这事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真的是去找柳青了 看来赵夫人 不喜欢以这种方式说谎 好 我们换一种 来人 给我打 直到他说实话为止 柳教官 出来吧 找了你很久了 你真的是冲着柳青来的吗 山口先生 怎么找柳教官把您给换出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还活着 我也是刚刚看见您还没死 你说话的样子 像个幼稚的孩子 赶路去吧 别暴露了让人发现了 可不好啊 你不可能放我走 你想找到我的影子部队 我不可能给你当拐杖 你会死的 你会死的很惨 我确实是想知道影子部队在哪儿 我们都是为了今天而活的人 明天的事 得能见到明天再说 说得好 看来我们两个人 只有一个人 能见到明天早上的太阳 开门见山 告诉我 影子部队在哪儿 大日本帝国的优秀军令 不可能让你们这么中国人找到的 做梦吧你 赵金哲 我是你的救命 你要欠我的人情的 我确实欠了人情 可我欠的是魏德利魏大哥的人情 如果我眼前的你依然是魏德利 我永远把你当大哥 一辈子记了你的好 可现在你既然已经亲口承认你是山口职员 你是杀人不眨眼的日本侵略者 你残害了无数我们入国人的同胞 我们也当别论了 来吧 开枪打死我吧 别忘了 你这夫人还在我手上 你这夫人还在我手上 赵夫人 你现在 是不是想出些什么了 赵金哲 确实是去找柳青了 报告 你杀了我 等于连你的夫人也杀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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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枪啊 开枪杀了我 来啊 你的手怎么发走了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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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踢眼枪伤我就赶过来了 你没事吧 好啊 伟大利 死了 终于解决了 来 从这儿开一枪 什么 从这儿开一枪 来 金哲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回去得交差 赵子亮 你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我没能喘口气了 别喘气 继续找 还找谁 魏德利 还找魏德利 你到底还要耍什么鬼把戏 走了 去哪儿 回去找媳妇 找 Quem 跑 你死得了 我 给你的车 来 Avec我 我 你那样 由于晴 柳青找到了 找到了 本来想跟踪他 连他的老我一起端了 没想到暴露了 他受了伤 跑了 只找到了这个国文报 这真是柳青的吗 他曾经是我的教官 我不会认错 小语军 送赵会长去爆炸山口 大总 我媳妇呢 听说她为小语军 抢到这儿来了 报告 山口大总的电报 大总 媳妇 我觉得 你不能怪公开加速 这要是换个是我 我也怀疑你 刘老板 来来来 怎么样 那份电报和那个公文报还真管用 他们两个口子已经安全回家了 这真的要感谢咱们破衣码的通知啊 只可惜这山口职员死了 不过查找影子部队的线索 从此也就断了 是啊 刘正出事之后 影子部队就突然销声匿迹 这不正常 报告 好 进来 铁柱长来了 好 快让她进来 是 刘老板 老爹 来 坐 好 清风陵的情况怎么样 为了防止意外 欧阳团长对清风陵的兵力部署 做了重新调整 山口的两个连队想一口吞天 没那么容易 欧阳大满进城的事 调查得怎么样 我悄悄地问我三营的副营长 他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 说是肯定看错了 这种事调查起来 真的不能大仗旗鼓啊 说是仅仅是因为私人恩怨 就采取了对赵锦仁的行动 可以理解 但是我担心的是 他不仅打了维持会 也去过德里药行啊 我们还没有直接的证据 这层上纸还是不好通破 万里长城 万里长 长城外面是湖香 高梁飞大豆香 高梁飞大豆香 便一黄金手赞扬 多知难忘愁 多知难忘愁和恨 每些私家最故乡 大家亭亭大回去 哪怕最后城好墙 十几年祖草 四万万同胞信一阳 心里长正万里长 那柳先生 对萧雪到底是什么看法 说 嫌疑重大 证据不足 所以 所以什么 毕竟是赵三毛张的女儿 我们都得慎重 脸色是不是特别难看 没有 比以前更好看 别哄我了 没哄你 我觉得你比以前更可爱了 你说真话你能死啊 还疼吗 没事 说实话 当我知道你被笑意带走的时候 我特别担心 我担心 担心什么呀 这点皮肉之苦我再扛不住 我还叫什么食谷语啊 不是担心这个 我是担心你这个暴脾气一上来啊 这遇见阎王骂阎王 遇见小鬼儿骂小鬼儿 这可麻烦了 是吗 是啊 那这儿跟我以前这暴脾气 我肯定要那小野那祖宗八辈 那都不得安生 我现在这暴脾气哪儿去了 你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最美吗 成熟的女人 可惜你不是 谁啊 谁啊 来了 赵会长 有事 有人送来封信让我亲手交给您 谁啊 多大年纪 难得你的 女的年纪不大 看得点熟 好像是你妹妹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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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肯来看看你这个倒霉哥哥了 我是来看爸爸妈妈的 顺便有事想跟你说一声 是不是出什么麻烦了 要哥哥帮忙 我哪有什么麻烦 就算有麻烦的话 我也不需要你帮忙 赵金哲 我要结婚了 真的 那是好事啊 我妹夫是谁 大满哥哥 谁 乌洋大满 你怎么能嫁给他呢 你怎么能嫁给他呢 不可以吗 我的好妹妹呀 你呀 你可总能给我惊喜 张金哲你别搞错了 我不是来跟你商量的 我只是看在爸爸妈妈的面子上 通知你一声 我和大满哥哥 现在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我们结婚是得到欧阳伯伯祝福的 我相信你能得到十八团所有抗日将士的祝福 至于你 我不希望从你这儿得到什么 不过 后天如果你来参加我的婚礼 我也不会把你赶出去的 你毕竟是我的亲哥 算了 我这个身份去不太方便 别给你们添了晦气 这样吧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想请你吃顿饭 就当是送你出门了 好吗 来 小雪 这是哥专门给你点的香醇炒鸡蛋 你忘了吧 八岁那年 咱爹娘跟着十八团东征了 他在家里天天吵着我说 哥你给我做香醇炒鸡蛋吃吧 那时候可好玩了 来你尝尝他们讲做得怎么样 还行吗 挺好吃的 那你多吃点 赵金哲 你什么时候能忘掉你那些个人恩怨 重新回到中国人的行列中 我估计难了 你想我自己的亲妹妹她都看不起我 谁还能把我当成中国人 你就这么顽固不化 不是顽固不化 齐祸难下了 不过你哥现在也挺好的 你看有吃有喝有家有业 过得是自在逍遥 一般人达不到这个生活的水平啊 你准备堕落到什么时候啊 行了吧 妹妹 你哥早就已经过了这个 愤食忌醋康海疆的年纪了 快 吃 不过我最近想起来一个道理 这不要命的呢不能算是好汉 这不要脸的真的算是好汉了 小雪 不管你接受还是不接受 哥都衷心地祝你幸福 怎样的了 鬼才和你再见 慢点儿 没事儿 慢点儿 最近好点儿没有 好多了 我自己来吧 小雪 来找你干什么 你猜猜 是头是温路还是心事问罪啊 都不对 再猜 我没时间跟你在这儿斗闷子 赶紧说吧 他要结婚了 结婚 是不是有点意外 我说他干谁啊 欧阳大满 想不到吧 欧阳大满 他俩怎么会在一起呢 还有你更想不到的事呢 什么 我们认识的这个赵小雪很有可能是假的 假的 你怎么知道的 从小小雪就不吃香春炒鸡蛋 因为她吃了香春皮肤会过敏 结果今天我专门点了香春炒鸡蛋给她 你猜怎么着 一盘全吃过了 没事儿 没事儿 这人不是赵小雪 这个人不是赵小雪 会是什么人呢 我去吧 教官 怎么是你啊 不是应该 魏老板来跟我接头吗 我们已经跟魏老板失去联系好几天了 什么 他们会出事了吧 根据我的判断应该不会 这几天十一军在找他 共产党也在找他 我估计他是怕被别人跟踪 暴露了影子部队暂时躲避几天吧 那我们的计划呢 照原计划进行 好 这是攻击目标的坐标图 据我对欧阳尊的了解来看 他喜欢把作战指挥部 放在离战场相对比较近的地方 按照清风岭的地形来说 图上的A目标和C目标 都是作战指挥部的最佳选择 我在图上标记了设计点 两个目标都在设程范围之内 来 报告 报告 什么情况你 有什么话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搞点神神秘秘的 见不得人哪 不是我见不得人 是我今儿啊 见到奇怪的事儿了 你们猜 我刚才看到谁了 谁啊 赵经哲 赵经哲 在哪儿呢 我前面查稿的时候 远远的 就看到他躲在 对面的山梁上 他还拿着望远镜 赵经哲到清风岭来干什么 这个小兔崽子 不会想使什么快吧 老凡 你也太大惊小怪了嘛 今天什么日子啊 大满和萧雪的婚礼 赵经哲是萧雪的哥哥 过来看看不作为情况 是 他是可以来 他 他可以 正大光明的来吗 那鬼鬼祟祟的 他想干嘛 他什么身份 见不得能让汉奸会长 敢光明正大的 出现在抗热的军营里吗 不是 老铁 哎呀呀呀呀 老铁说的有道理 赵经哲来看他妹妹结婚 是强言可言的 你呀 走 不是他他他他他他 拿着望远镜啊 不许说的 你去思考得什么 你说一声 而自己了 你的想法 结果际工晓iyor 很不许说的 也许说江能吉しく 我去你忽 Här 迷信的东西就算了吧 这可不是封键迷信 这是彩头 你们小两口会过得红红火火 咱们十八彩也会越来越红火 第二队 弹起来 让心狼心强过火牌 火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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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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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火火火火火 战事婚礼啊 其他繁琐的礼仪都可以免 可是萧雪的父母 赵青山 韩梅 你们一定要拜 听我口令 你们俩跪下 拜高堂 拜高堂 老弟 赵金哲真的来了 方院长 怎么了 团长 赵金哲来了 他来了 他说 他说 他来参加他妹妹的婚礼 您看这 铁厦长 你去告诉他 他已经没有资格做赵家的人了 抗日战时的婚礼 不需要一个罕见来凑热的 是 赵金哲 赵小雪是假的 我估计是日本特务假冒的 先不跟他弹牌了吧 让欧阳朋友小心点 还有 这个女人 不简单 明白 我发现 公本将秘密撤回了 事故连队 还有 我路过槐树桩的时候发现 村木连队也有秘密调动的迹象 估计是有大的行动 极有可能是 创始型的婚礼区的 你 你 跑 你 还爱上 CVnd 你 等我 天天这个时候操约哪儿 通知各营 按照新的部署 准备站在 是 大姐 好 大板今天是难关 就别让他操约哪儿了 三营暂时由你准 是 好 大佐阁下 聪母联队遭到了抗匪作战的顽强阻击 损失很大 大佐阁下 石谷联队长报告 石谷联队卸入 没事 大佐阁下 山口大佐提供的情报完全不准确 十八团完全没有受到炮兵的重击 我们的炮弹 全白费了 打给阿六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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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领打起来了 听见了 听见了 听见你怎么还在这儿躺着 我现在不能出去 你老是在这儿待着 打仗不是维持会的事 我们只是要给他们收拾就可以了 不是 那个工本雷炮火多厉害啊 啊 十八团不会失手啊 放心吧 欧阳伯伯绝对不会被同一块石头搬倒第二次 把鬼子放近点再打 让他们的大炮彻底失效 是 还有 宗志阿姨 别把口子张大一点 把尸骨联队整个放进来 让他们的机械化部队进山 是 是 大炎尾尹 你笑什么 潘总 你这样辩真 工本肯定下瘾了 我们总算能够一血天池了 不要笑得太早 日本人可不是戏松软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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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